最近中国女排结束香港战的首场比赛争夺 最终大比分打败保加利亚女排 没有让球迷失望 接下来继续迎战德国女排这些对手 冲击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在本场比赛结束过后 原本对于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 球队终于争了一口气 绝地反击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三后有些球迷看到朱婷的手腕上面 缠着白色的纱布之后 却开始担心朱婷的伤病到底是不是复发了 因为之前朱婷健康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缠着纱布 但是最近征战香港战的比赛 朱婷手上的纱布却如此显眼 有些球迷担心 一旦朱婷的手腕伤病复发 将会影响到中国女排接下来奥运门票的争夺 以及征战后续巴黎奥运会 相信大家还记得 在之前从国外联赛回到国内 备战世界女排联赛时 朱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明确透露自己的伤病已经差不多好了 但是手腕位置伤了一次之后 不能再做手术 这意味着一旦伤病复发 很有可能朱婷的职业生涯会彻底报销 这才是很多球迷担心的问题 不过就在最近 看到球迷发出这样的担忧之后 有些知情的球迷在评论区进行了科普 解除了大大的担忧和疑惑 有球迷透露 朱婷自从伤病康复之后 他的手腕一直就缠着纱布 主要是想保护好之前受过伤的位置 毕竟受过一次伤 所以朱婷变得更加谨慎 如今每次打比赛都习惯缠上纱布 这并不代表朱婷的伤病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所以各位球迷不用太过担心 另外一方面 就在最近考虑到 朱婷征战保加利亚女排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出色 主教练在赛后的采访中 还做了重大决定 蔡斌首先表扬了朱婷 在本场比赛 各方面的技术都非常一流 没得挑剔 另外一方面 他认为朱婷的体能 已经到了比较充沛的状态 接下来决定 让朱婷继续首发迎战德国女排 带领中国女排争夺佳绩 如今看来 目前中国女排教练组 已经通过朱婷的表现 逐渐恢复对她的信任 越来越确定 朱婷在中国女排中的 战术核心地位 接下来 期待朱婷拥有更多的上场时间 帮助中国女排争夺荣誉 早日确定进入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另外一方面 在朱婷得到更多上场机会的同时 也希望二传手凋铃羽 可以多给朱婷传球 虽然他们两个主力之间的搭档 比较少 或许会出现失误 但是毕竟接下来 是要长久搭档的 朱婷和刁铃羽这两位主力球员 还要携手征战巴黎奥运会 因此 为了能够在巴黎奥运会取得佳绩 必须争取在这段时间好好磨合